你叫牛大大王,你也是 那我是甚麼呢? 我十三歲入行 高峰期一日處理四十座牛宅 我都未叫牛大大王 如果全香港現在的狗檔 從事我們這行有不夠二十人 我差不多應該是最年輕的了 很多朋友第一次見過都說自羅君佐 執集這行其實比較冷門 因為基本上都是靠熟人介紹 其中裡面有我兩個表哥、舅父 以前都是跟我進入行 在這行我都叫做牛雜世家 聽我爸媽說 他就是年輕入行時要執集 因為要找食 晚上就推車在土耕環搭船 然後到皇后戲院門口賣牛雜 叫人家一輛車剪、剪、剪 當時我爸爸自己一個人 都唯有五、六十隻 三年前我爸爸正式退休 交給我和哥哥去做 很幸運現在我們執集來說 每天都有十隻 逃載場有規定是每天2時開始打牛 拖完後它是分開的 將內臟掉出來之後 我們工作的地方叫雜房 上面有個孔 有一條槽 掉下來的孔就滑到房間 每一份東西都有號碼 我們會跟號碼 就知道落進來的東西是誰 上來之後我們會變成要洗 要裡面的東西洗乾淨 但也不能做到外面 牛肚怎麼這麼白淨 不然用果仕的 其實不是的 一向是用一隻叫陳灰 這些是民間之為 洗雜的時候 在肚子裡找到人民幣 最多是一、兩毫子的 釘、玻璃 我們做牛雜就一定有損傷 好像這裡一樣 這些就是刀痕 你一不夠睡 或是做得急的時候 就會中招 你加了褲油雜粹 現在拉勻 賺兩百多 最多三百元左右 那我一十多元就是三千多元 因為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要包裝送給客人 現在是五時半 平時我們差不多這個時候 要走第一轉車 每天的指定動作 有一個就要做的 就是打電話叫我起床 因為他就不知睡到幾點了 請查清楚後再試過 好呀 哪一間球就得急 他的起床時間是水決於 當時是踢甚麼球 或者是沒有球 即是有日本的盤子給他賭 和弟弟是怎樣分工 沒有呀 根本全部都是他駕駛 他分好那些東西 我回來我就負責車 那天天都是這樣 因為這些不是說 隨便你會駕駛就可以做到 這些事情 又重 平時是我一個人搞定 整桶東西 你不懂那些 你不懂怎麼下 我個人不負責任 我沒甚麼責任感 知道嗎 我老爸問了我十年了 我都不肯 我都說你千萬不要給我 你以為容忌嗎 幾億嗎 你當事 大家心照吧 一眼看完 找到一口吃 你以為真是發財嗎 這裡是有道好的 你每天都是那段時間 你送得快 你就可以搞定 但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一天你只是做幾個小時 賭馬 賭球 那些 我都是輸多的 喂 先生是誰 是誰 我們早上 早上 走開過來聊聊天 我看 三十多時 跟他八爺到現在 你說他多老 幾十年前老人 真的幾十年前 在圖場 側側最多 他們 每一項都有規矩 通常我們在圖場 買了牛 是給他側 永遠都是他們側的 他們就負責在圖場 側側 我們就不會管 他們做 幾十年做下去 規矩是這樣 牛雜我們分上下雜 上雜就是 噴葉 和雙連 下雜就是我們的 裡面有牛肚 大腸 有粉腸 牛肺 牛膀 還有沙瓜 其實幫我爸爸這麼多年 其中有幾年我只是離開 因為他作主的時候 意見不合 那時候 還要吵架 年輕的時候 把刀劈下就離開 還出去做了四年 我開過麵檔 做過Animation 做過運輸公司 很多的 所有都虧錢 所以我爸爸經常說 什麼都好 怎麼都回來這裡 做牛雜怎麼都不會虧的 這裡是長年累月 不見天日的地方 就是 像我這樣 我回到家 睡覺的時候 就是我太太要上班的時候 我太太回來睡覺的時候 就是我出門校的時候 一天見面的時候 可能是很短的 沒有交流的會 茅竄就開始這樣來 我和我太太是中學同學 就是拍了十年拖 然後結婚 然後結婚 七年以後就離婚 說一說 眼淑淑淑死了 不好意思 我想起我太太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看著我 我真的要哭 真是… 曾經埋怨過 你出去之後 就不要再回去 為什麼你還要回頭 很多事情可以改變 但他才是我爸爸 改不了 除非我爸爸跟我說 你不要做了 不能做的 放開他 那我就會放開 不要這樣 你想想一想 這檔是我的爸爸 他能交給我 我亦不想在我手上報 我那些學家都說 你真厲害 我想我們這行 除了你之外 沒有哪有那麼多新客 我說 是啊 你們每個都上了年紀 每個都上了岸 是我一個 我還有十幾十年 除非有一天 香港是沒有牛湯的 如果有牛湯的話 始終這份 都是要做的 牛湯 牛湯主要分五香街頭版 和潮式粉麵的 滷水版本 因為小販絕跡 所以我們通常吃到的 都是潮州滷水 加草果 貴皮炆煮的牛湯 但是因為新鮮牛湯成本貴 現在全港 仍然有十幾間 仍然堅持用新鮮牛湯 燃機其實是 全香港要新鮮牛湯最多 阿正的工作 就叫做執雜佬 負責收集和清洗新鮮的牛湯 每天早上阿正和其他執雜佬 都會把新鮮牛湯送到原祭 在大圍的工場 我大部分都交給原祭 最少都三四隻 旺貴就五六隻 他們生意大部分都是新鮮 比較穩定的 有賺 我做了四十三年 由我外府帶我入行做 自己再另起爐做 再自己做 差不多全行是最瘦我 原祭在八十年代 由潮州人開 由尖沙咀起家 到現在已經有十一間連鎖店 除了金錢土需求大 所以轉用澳洲薯藏貨外 所有分店多年來 都是用新鮮牛雜 今天大約250斤 五隻 現在回來後 先把肥膏放進去 大約十五分鐘 過來蓋水 之後放進去炆 正常通通 這個釘就不要了 大約一吋肥膏 因為雪松 比較霉 蜂蜂 很霉 新鮮很舊口 吃了它就不同 有一股鮮味 雪松比較沉 比較濃 新鮮比較鮮 順記每天會送貨到三間粉麵店 其中一間是長沙環的得記 由一個潮州家庭經營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接受過訪問 它的一碗新鮮牛雜麵 差不多是全港最便宜的 我們賣28元 我們都是做街坊生意 也想薄利多銷 我的分是60口 我爸爸有七個 如果在這裏做 其實就差不多全部了 這裏都是我的家人 大部份都在這裏做事 這位是我的大哥 這是大家姐 這是二姐姐 這是三嫂 這是三哥 這是二嫂 這是二哥 我們通常兩班製 通常女人會在日後裏做 晚上就是男人裏做 其實幾經波子才入店 最初我們是七層大廈住的 里城屋村 霸山頭霸到很大的地方 很好生意 後來我們長大了 大大路都是養著我們 這麼多的兄弟姐妹都很好 媽媽死了 再娶 然後我們家就散散地 出去各有各找自己想做的事 當然是不甘心做賣面 說真的 其實小孩子不會看得起你自己的 去口的東西 可能我三哥 還有那些大哥 那些男人 始終潮州人秉承他老爸 那些賣的東西 那些東西 那時候我爸都很煩 好像死了 用他的名字 在康留位 實際當又再賣牛雜麵 他是一個好像 那些膽子 白爪眼 要抓住 我們的兄弟姐妹回來 那個感覺 很多時候 別人的兄弟姐妹 都不會常常聚在一起 我們常常聚在一起 這樣 爭執就一定有 小小一定有 大家就一下 這樣 最主要就是大家找兩餐 有份工做一下 爸爸經常都想我們自己做生意 始終做生意 是有得周轉 見錢快 加上流水式 也是挺好的 所以不想跟別人打工 1998年左右 始終都是想走在一起 又做 在一起 在石波蘭街做 做好的時候 也有四間店 但原來很辛苦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到最後也是 切一下切一下切一下 切成這裡 新鮮牛汁和雪藏是兩回事 通常新鮮牛汁來了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用一些滾水 大滾水 出水 然後才去燜 煮東西 通常是有些香料 那些香料 我們都會加些磨屎 沙茶醬 或者是酒 玫瑰露 這樣下去 我們都會先用我爸 帶下來的香味 就是學他那個方形 肥膏不做酒 其實有些客人一定要肥腸麵 喜歡吃牛腸的 金香肥膏的感覺 牛的已經少了 接著牛雜 就再少些 新鮮的雜 又再少些 都算是特色之一 我覺得 在香港底 我們就不會廢了這件事 新鮮牛肉 新鮮牛肉 又多了 都可以拿到 加上有些 老翅又有些 他們要用新鮮 只要用新鮮 就用新鮮牛肉 不會用鮮牛肉 新鮮牛肉 科小 又不少餐廳 都會將新鮮和雪藏混賣去賣 要吃到百分百新鮮牛雜 就要參考執集佬平日送貨的餐廳 好像法哥那樣的執集佬 每日會將新鮮的牛雜 在途牆處理好再送出去餐廳 現在從事這份工作的 全行加賣不夠二十人 半世紀的牌檔現在傳到第三代 位於斜佬環境雖然一般 不過賣的部位夠齊全 以較少有的牛沙瓜而出名 不過一賣兩碗要吃就趁早 最出名的是牛骨湯夠香濃 吃完都不口喝 在旺角某些地方有一串串買的 都不是牛雜 可以這樣說 除了牛肚、牛肺之外 其他都是豬獎 真正是牛雜 我所知都是黃大仙 可以一串串的牛雜賣 平日最多等車的人光顧 風味好夠,夠曬壞 不過略嫌滷水太過濃味 吃完有少少口渴感 由法哥負責交貨 比起其他潮州滷水都不同 牛雜用果皮、沙薑片等較好的南乳炆臨 相對來說就沒那麼濃味 但味道就剛剛好 記者吃完之後 就覺得這間最值得推介 不單止部位齊全 在廚房聽到的 剪刀腥子牛雜 真是很有懷舊風味 其實環顧現在整個屯門 面當來說就是這間甘銘 和後面有一間甘銘 是會用甘銘酒的 其他通常都是用冰鮮 或者是扣兩扣 兩間都是潮州面當 記者就覺得甘銘比甘銘出色 牛腩滷水不會死鹹 最多街坊俠捧場 還不急 要扁場 快脫三個月 心火 治� �淫 新鮮牛雜 近幾年你看到旺角 有很多豬彈牙牛雜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裡面只剩兩成是真正牛雜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豬腸 負責清理交收新鮮牛雜 是阿正每天的工作 這份職業叫做執集佬 已經做了三十多年 其實香港的牛雜 主要是以前的幾十年代 街邊煎煎煎那些叫五香 紅色的你看到大盤的 紅泡泡泡的 現在很多都沒有了 牛雜 全港現在每天湯牛不夠五十隻 有賣新鮮牛雜的餐廳當然少 牛雜主要分街頭小吃 和潮州粉麵店兩個做法 街頭小吃主要都是用五香這種做法 現在很難找的 因為以前我爸爸做街邊的車仔檔 就是用潮州檔 變成廣東式的做法 他只要用磨屎醬 用乾蔥蒜頭 爆了磨屎醬 加入南乳麻醬 那些辟酥的醬料 就是用來煮牛雜 牛雜剪現在香港很少地方做 連傳統的人都不做 上來之後 我們都是沿用街邊的方法 就是用小車仔用剪刀 以前舊的客人一聽到剪刀聲 就知道那邊就買牛雜 正常來說每天用兩至三隻 每天都清潔 即每天都是新鮮煲 牛雜行年紀最大了 其實你不肯退休 或者再老一點都走了 香港區這邊 如果用新鮮牛雜 用得最多 我相信只有九季 沒支腸 你買吧 你家裡也不用腰 大約五點多回來 等法高一送了牛雜 我就是全力去洗 我自己一手一腳去洗 你家裡的 曾經有人問我 牛雜是否乾淨 我也是說人頭擔保 如果你說味道濃郁 怎麼都會是 腸的味道比較濃 現在因為人們注重健康 脂肪我們全部要脫掉 每一隻牛煮的時間都不同 每一天回來洗的時間 就要分開它 用草來紮開它 這些牛肚這樣就夠軟了 就是分開一抽抽 哪一抽夠軟 我就起哪一抽 通常不會煮起了 就是馬上放去煮汁味 因為冷水就保留 沖冷就保留了它的軟度 在這裡我洗完之後 我會再翻倒一次脂肪 將它淨如脂肪全部折走 這樣煮了味道就可以賣了 六點早就要開門 七點鐘就賣冷酒 只要用冷酒 所以一定會光顧 每天都很多人 喝麵 吃完之後就翻譯 多數都是冷酒 牛肚大腸 喂 喂 這個他做飲滴液很久了 這個就是老種 陸生的 這些又由我爸爸那時候光顧 他光顧我們有超過接近四十年了 我爸爸就是很久之前 1950年已經在銅鑼灣 你不要在旁邊賣油雜 因為我爸爸就是小時候 其中一隻眼睛被孤兒院裡的人打 就瞎了 他的招牌又單眼夠 舊街坊基本上大部分都認識他 他做到大約是91年 因為心臟病突然間有事 就過了生 到我回來接手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 走得很急 我回來接手的時候 基本上我對牛雜 認識很少 但以前呢 因為我媽媽是幫我爸爸授的 他認識的東西 我想都是五六成 所以我毫不足 牛雜要爆炸的 爆炸的 我就跟著爸爸學識了 我就說不如離開 老婆 請人灑牛雜 沒有人遷就的 你抽多少錢都沒有人遷就 他又回家被老婆罵 我灑到身臭 他回來了 那你怎樣就一定要自己遷就 牛雜這件事 我想基本上新一代 很多人都不接受 如果不是我爸爸做開 應該我們都放棄了 跟不上實成 但是 最起碼我做法是跟他接近 繼續用剪刀 就是車仔檔的做法 應該上來 那種風味還保留得到 我爸爸好多舊客 他們跟我說 最起碼都要聽到牛雜剪的聲音 也有那種懷舊的感覺 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